谁都弄不好 谁都有压力 只有我们这样才行 行我们回过头来 这局交给兔子 你就多说没事兄弟 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会过去的 你就勇敢的说 你就想象成说 大家都不怎么会玩三国杀 你说错了大家也不知道 你说对了也没事 而且你说的对与不对 我不还帮你兜着呢吗 对还是太依赖您了 没事 聊呗 履带你用过吗 履带我没用过 秦国的那个什么 就是装刀出杀那个 也算不算太新的武将了吧 不算新 之前隐蔽换的 不是疯 这个这样用起来特别疯 它是装一张装备 相当于出一张杀 这是一个效果 那第二个呢 是变化吧 变化数量和体力值 巧了能回血 回血是送的 我老觉得这叫回血这事是送的 是不是很不容易 因为我没有实战操作 也还行 就是你别特依赖这事 就是它是 它是怎么形容的 就是说你装备数量变化的 变化数 变化之后那数 变化之后那个数 等于你的体力值 你可以回低血 对 就是你这么想 你现在被人揍得奄奄一息 就剩一血了 这个时候到你回合 你没有任何装备 你挂一弩 出张杀 回一血 挂一盾 出张杀 回一血 挂一马 出一杀 回一血 再挂一马 满血了 不用再挂马了 已经满血了 但你是怎么做到能摸这么多 就排顺嘛 就排顺嘛 咱们就讲这事 所以就履带 其实有点神经刀的意思 我就履带这个将给我很多惊喜 他首先吃配合 但是呢 其次他其实有这么一个点 你想象一下 说我这牌如果摸起来好多锦囊 我是不是挺厉害的 我摸起来如果沙闪都有 那我还有口酒 我是不是也不松 所以我骑手 其实就是摸一把 摸了好多破刀最没用 如果我不是随上枪的话 但我是履带 我要摸一堆破刀 那不好意思兄弟 刀刀都是啥 所以他其实是把 就是把一些平常 作为平常一个武将 平常一个稻草人的武将 摸牌摸的不舒服的形式 转化成还说还算可以的情况 就是有点那么个意思 二三号位 貂蝉黄忠 这是不是应该黄忠放二号位 到上海 你一个是稍微扛点揍 一个是 貂蝉三号位躲远一点 而且其实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二三号位 谁放二谁放三 你想几件事 第一谁怕揍 第二谁怕乐 你想想看 貂蝉跟黄忠谁怕乐 我觉得貂蝉更不想被乐 少于离间的 对吧 对 有道理吧 要不你先从捧根坎儿练起 就是你做到我每说一句话 你都说一句 哪怕就俩字呢 不错 没错 没错 真好 真的 真的不开玩笑 但是其实 咱们如果真聊到相上来说的话 就是有个叫三分斗 七分捧 捧根其实比斗根要吃功夫 捧根其实难 斗根其实容易 就比较容易 就是这两个人物当中 捧根的人物更关键 因为他更多的要去 去把握一些节奏 节奏 完了 兔子又不说话了 说两句 说两句 你这样 你可以 咱们可以 咱们可以脱离开 这个比赛 对吧 我觉得这个排局 是不是大部分观众 都能理解在做什么 夏侯市跟雇佣之间的配合 是不是也并不难理解 夏侯市雇佣的配合 就是如果运气好的话 乔石也摸 然后雇佣的秉证也摸 是要秉证吧 我说实话不好意思 各位观众 我实在不太 尤其是这些 就是比较后出的武将 这个技能 我实在有点分不清 技能名称 对 反正事知道就行了 夏侯市雇佣 就是为了多摸牌 就是为了单纯的 为了多摸牌 牌多 就能多做事 然后貂蝉黄中呢 主要的战术思路 就是激活雇佣 但是 因为雇佣牌多了的话 你黄中的输出 输出是要有 排力量压力量的那什么的 到你了 貂蝉黄中呢 貂蝉用黄中离间 他也不好还手 我教你一招 你吧 你就说那种 肯定没错 就是完全没有意义 就不一定完全没意义 就比较没有意义 但是肯定没错的话 比如说你看啊 这个局面下 你可以说 你可以说 你看 就哎 这个貂蝉只能离间 雇佣和黄中 这没错吧 这是不是一个事实 说了是不是肯定没错 这第一步 这肯定没错 第二步呢 但是其实你也点到了一些关键点 是不是挺好的 然后第二步 你说 这雇佣排多 黄中排少 黄中又没杀 离间起来不舒服 这也没错吧 哎 就说吧 这就多好 没有不舒服 离间起来 他是不敢掉黄中血的 嗯 对 哎 你看这说的很好 你看这说的很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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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吐的鼓掌 对 屏幕前的各位观众 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 啊 你们的上下翻飞啊 双锤一阵上下翻 跟洪嘉老师在一起 说话太有压力了 不应该啊 哎 这这这为什么你觉得 跟我一起说话有压力呢 这给你另外一个闷葫芦 你更有压力 他也不说 你也不说 你也不说 他也不说 对吧 正好一局比赛打完之后 镜头切回到 切回到解说 大家发弹幕是这样的 就是主要弹幕 主要归结起来啊 这个弹幕就是两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叫 呦 这个比赛居然还有解说 这是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是 呦 居然还有俩 当然大家原谅我们啊 这个牌局确实就没有往 没有往更多的方向去说 这个牌局如果要细说的话呢 道理是这样的 就是雇佣跟夏娥士是一个摸牌阵型 所以他们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排会有摸越多 有摸越多 拿到优质牌的机会就越来越多 所以貂蝉跟黄中呢 是要打等平快 本平快两轮之内必须搞定 搞不定雇佣就搞定夏娥士 如果你两轮之内都没搞定的话 可能就要悬了 因为你黄中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 牌会越来越少 状态会越来越差 人家装备越来越强 调查又打不出血线来 因为雇佣当 之前没有进过 二为二的降池吧 进过吧 即使进过 我没有用过 所以我对这组合也不太了解 你就这么想 就是雇佣 雇佣这将你知道吗 雇佣这个将 其实这样 才有一个方案 就是你不熟 你说这将我不认识 没问题 咱们聊这个将 黄家老师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对 你聊完这个将了 其实对大家也有帮助 因为我其实是这样 就是我爸 很多时候我不知道 大家不熟悉哪个将 很正常 这事很正常 你将比较熟的情况下 大家经常会有人问 各种各种各样的将上的问题 那你就帮大家把这个问题问了 其实也挺好 我个人没有用过雇佣 那对他技能知道吗 秉正是吗 对 他说俩技能 一个叫有中生无 和那个排花色有关 我只记得这么多 就是咱先说第一个 第一个叫有中生无 那俩技能本身我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 就是名字又记不住了 你看貂蝉他杀了黄忠一刀 是貂蝉杀黄忠吗 我刚才看杖八 杖八有发动过 也许看左眼了吧 前边这灯太亮了 我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夏侯氏和顾庸 持桥摸牌的话 能不能就是说 让顾庸手牌 或者夏侯氏他们俩的手牌 然后特别多黄忠打不了 猎弓强中不了那种情况 对啊 对方其实在 就是对方的防御 主要就是靠这事 就是排多有两个好处 第一是 无论是离剑还是猎弓 我排多了你都费劲 第二个好处就是 我排多了 桃有多 无中有多 顺千有多 过柴有多 不是可是这样 他们 不过这个不好控制 夏侯和顾庸 三血四排过 黄忠每回合摸俩 对吧 他现在是三血 五张牌 还是抢中的 如果我杀还是抢中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涉及到说 我不光是那个什么的问题 我杀也多 然后我拆也多 我顺也多 我兵也多 我综合的综合去限制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大家会提到说 你这个阵型没有输出 对吧 但实际上呢 输出是一个相对的东西 不是说只有貂蝉的离间叫输出 点围的强袭叫输出 张飞的咆哮叫输出 不是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输出 任何一个武将 如果你设计出一个武将来 这个武将有一百格血 他的技能叫锁定剂 你永远不能对人造成伤害 就是防止你造成的所有伤害 锁定剂 那你可以说这个叫没有输出 因为你把杀给他 他杀别人 别人也不会掉血 他打出难玩万箭决斗 他以别人也不会掉血 他不管做什么 别人都不会掉血 那你说这种将没有输出 我认可 但是我们现在假设 设计一个武将 无血 没有机能 这个武将有没有呢 有 这个武将叫什么呢 叫稻草人 也就是测试用的一个模板 那请问稻草人有输出吗 他输出牌全靠他摸来 那他有没有输出 他能不能输出 他没有输出的技能 但是他有输出的能力 他的输出是靠什么来做呢 靠摸到的牌 我摸一张决斗 我摸一张难门 我摸一张万箭 我摸一张杀 对吧 我们说 张飞是不是输出甲 是输出甲 OK 他可以连续输出 对 那OK 说 那 你是一个稻草人 我是一张飞 我张飞只有一张杀 你也只有一张杀 咱俩谁的输出高 咱俩输出一边高 所以输出的概念是相对的 所以很多时候 比如你说下游是跟雇佣谁是输出甲 谁都不是输出甲 但是他们的输出打得很猛 你看他们俩现在满血情况下 打得越满街跑 他靠什么来完成 靠摸牌 牌多就是王道 这就是中后期 往牌多的方向去打 混账老师您是能说一下古庸的技能吗 就是亮了 古庸两个技能 第一个技能叫有中生无 就是你随便扔两张牌 随便扔两张牌 摸一个 二换一 二换一 第二个技能叫丙正 丙一 丙正 丙正 说回合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亮出你所有的牌 然后 如果他们的花色都一样 就是他们的颜色都一样 全是黑或者全是红 那你可以指定X个人 X就是你扔了几张牌 通常来说是两个或者三个 残点就是一个 各摸一张牌 所以2v2里边呢 常见情况叫做我尽量留 两桃 仨桃 两桃一闪 两桃一桃 反正全是红 说我有黑牌怎么办 出去的黑牌怎么办 咱不还可以有中生无呢吗 那就是 把它给有中生无用掉 这样一来呢 保证 我手里剩俩剩三 啥都一样 这个 跟队友就各摸一个 那问题是 我的技能是跟你各摸一个 下方是乔石混好了 可也是跟我各摸一个 那这个 总牌数量可就 不好控制了 就是这么个意思 他就比较容易达成 多摸牌的效果 现在咱们这比赛呢 应该是精英和纵横的下半场 第一局 上半场是纵横 2比0 2比0上了精英 上了精英 但是下半场 这边上了小柯和清新之后 被对面的 这个叫凌晨和真和的选手 给 压制吧 咱们应该说 压制住 对方用的是一个纯后期阵 非常纯粹的后期阵 跟前期就没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咱们应该稍微筛一筛 像鲁汁这种就直接撕掉 这都不存在于降池当中的 这种根本不应该进降池的武将 好 那么恭喜精英拿下一局胜利 精英在之前上一轮打 骑台的时候 也是下半场获胜 他们也是 诶 等等 那这样说来的话 我们反正解说的两场精英 两轮精英的比赛 精英的 对 就是精英上半场的队伍 下半场 我说翻盘的机会都留在了下半场 就是精英上半场的队伍没赢过 目前为止 精英